自7月15號CBL中華紫蘭大聯盟形同破局後 台灣爛灘可說是陷入了動盪不安的局面 除了傳出富邦將轉戰東南亞紫蘭ABL之外 也傳出中華爛鞋準備將SBL轉型農場化的消息 對此爛鞋特地在瓊斯杯最後一天召開記者會 澄清在CBL可能破局的情況下 SBL仍是國內最高層級的籃球賽事 之前有一些農場說其實在定位在CBL成立 那SBL就不是國內最高等級的賽事 那個是因為政治政策CBL要是成立的話直爛 那當然是會國內的最高等級 強調SBL並非要農場化 成為各球團邁向其他聯賽的跳板 中華藍協表示將在降低加盟標準的情況下 擴編SBL規模 目標是讓聯盟擁有8到10支球隊 CBL現在不成立的話 那如果真的不成局的話 那我們是還要再召開跟球團召開那個SBL整個球團的會議 那我們的目標還是要再次開放球隊 但是我們是設一個低標 把標準降低 但是高標我們就不設了 那希望更多的球隊可以在SBL這個舞台亮相 然後更多的HBL的畢業的球員 然後UBA畢業的球員 好的球員可以進來這個舞台 將SBL擴大經營 持續作為國內最高層級賽事 但在目前CBL 動向衛名 台銀 台啤等三支球隊 都還無法確定是否回歸SBL的情況下 南協表示將在瓊斯杯所有賽程結束過後 儘快和各球團高層以及體育署共同協商 一切走向才會有更明確的答案 五臺體育新聞採訪報導